那你们生活里他就每天一句话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也没话吗 每天就说话都超不过十句 那干嘛呢 他就说他太累 他不想跟我说话 真的吗 是的 不是 你得有多累啊 回家连跟老婆说句话都不行 反正是我在外面 上一天班回家 感觉就是想回家 休息一样 不想说话 就是在我印象中 就是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他说的话最多的一次 就是他在外边喝了点酒 然后回家 喝了点酒回家 对 然后他当时就特别浪漫 还跟我说些就是老婆我爱你 就是其实我也想好好照顾你 然后就之类的这些情话 感动的都不行了是吧当时 对 谈恋爱的时候说过吗 没有 然后我就心想 我说在外边就是喝点酒之后 回家还能跟我说情话 我就在家就是没事 就是感觉他妹的时候 我就想跟他喝一点 给他喝酒 哎呀 对 就是没想到就第一次有用 第二次呢 第二次他就跟我说一堆废话 我背他一句他都说二十句 但是二十句都是废话 他就泳的时候还特别扎我心窝子 还特别爱翻旧账 你这咋回事啊 那天为什么喝多了酒说了情话 后来为什么喝多了酒就抱怨 是为啥 那天酒账送人当吧 说了也说了一句 你不怂啊 你认识仨月就娶回家 你很厉害啊 为啥呀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是那天 那你爱他吗 你心里有他吗 爱他 有他 哦 他在乎你吗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回家一句话不说 但是挺在乎的 他 我感觉 看不出来啊 我感觉他就不 他那种就不是在乎我 就感觉他就是在监视我 一会儿每次我出差啊 然后他到饭点的时候 就必须让我给他做视频电话 还要看看周围 就我就是记得就是有一次吧 我就是在外边出差很忙 然后就是接打电话 就是一直接打电话 然后手机就很快就没电了 就关机了 然后他居然跑到我家里边 为我父母我去干什么了 我不是担心你吗 担心啥啊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 后来打电话又关机了 对 就是跑到我家 为我父母 我父母就不知道了嘛 就是他又跑到我公司里边 就为我同事 说我去干嘛去了 我同事说我出差还没回来呢 他就在公司外边就一直等我 给他就不是关心 他就为我收集为什么关机啊 你干什么去了 他就这种态度 这次不累了 还累不 哎 我倒突然有一个主意啊 他喝完酒以后说情话 你玩失踪他就在意你 你以后天天就玩失踪吧 还累不 不累 不累啊 你看你看 还是有办法 然后就是回到家之后 他就一直就 就发我的手机卡 然后我就特别反感这种 你就说本来就是两个人 就好像过日子嘛 就是就一直就发我手机 不是你想翻什么呀 什么也不想卡到 我就想发我的手机 卡他手机啊 不是你看人手机干嘛呀 我摊手机我不能卡吗 你可以看啊 你老翻干嘛呀 我没老翻呀 我就是翻了 我刚刚只是翻了翻了 还看见了 你想看什么呀 怎么也不想看 不想看你翻他干嘛呀 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奇怪 就是大家想这件事 你是想让你的另一半背叛的 还是不想背叛的 你翻不外回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真背叛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离不离婚 不离 哦 真被叛了也不离哈 那就别看了呗 所以不要有那么多好奇心 就好 其实说白了 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放心他 说实话 怕他跑不 怕 怕的话你对人好啊 看他翻他手机 翻出些什么了吗 没有 现在还翻吗 现在还翻 你看 那为啥还翻 我偶尔看看 或者玩游戏啥的 哦 拿你手机 就是每次出差回来 他就会 他都会看 发我手机看 哦 为什么每次出差回来 都要看呢 也不是每次出差 我非要看的 偶尔回来 我拿他手机 你也挺奇怪的 也有点奇怪 但是 平常有的时候 拿到手机玩 心眼还小 嗯 心眼小 心眼小 然后我就记得 就是还有一次 就是拍过生日 然后我就是特意嘛 就从八尾赶回来 然后在酒店呢 就给他听了一个生日啊 就把亲朋好友啊 都都叫了 都叫了过来 哦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嘛 就是还给他买了个蛋糕 然后他过来之后 就不正常了 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我看到的 就没有我想到的 那种高兴 啊 然后我就是回到家之后 我不就问他嘛 他就在那 就是什么都不说 他就是这样 他这人就这样 就什么都憋着不说 都等着我去哄他